最近几年的密码索应用越来越普遍了 但大家平时在使用密码索的过程中 也要注意做好防范 因为一旦泄露了 就有可能会招来祸患 接下来我们把视角移到江苏南通 一家门店就因此遭了贼 这边这个监控拍到我们这边 它是通了这里面一个抽屉里的一些钱 我都记不得有多少 一两百块 然后还有我的电脑不到一万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里面 它也进去拨了 被盗的这家剧本杀场所 位于南通市区段加坝路口 电竹报警之后 新城桥派出所的民警 迅速赶到现场进行调查 民警到达现场之后 对这家剧本杀进行了检查 发现这家剧本杀 它的正门是使用密码索的 然后四处的门窗都是完好的 也不知道小偷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 当时民警通过调阅店内的公共视频发现 在案发当天凌晨 有一名年轻男子曾进入过这家店 并且在里面翻箱倒柜 盗走了店主放在店里的一些贵重物品 根据这一线索 民警很快就将作案的这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我们将犯罪嫌疑人刘某抓获之后 刘某交代了他当天正好在剧本杀对面的一家网吧 准备要上网 在网吧门口的时候 无意中听到了别人的这个对话 在对话当中 对方反复重复了这个密码所的密码 然后他在听到这个密码之后 他才动了这个心思 后来在凌晨时分 刘某从网吧出来 用之前偷听来的密码 打开了这家店的大门 在里面切得现金 单反相机和笔记本电脑等物 攻击价值两万多元 我们请帮给市民做以下三点提示 第一点 密码所的设置不能过于简单 第二点 密码所设置之后 要注意要妥善地保管自己密码 第三点 这个在使用密码所的过程当中 如果密码所具备指纹功能 建议大家尽量地使用指纹功能进入 而不要使用密码信任输入 因为涉嫌盗窃罪 目前刘某已经被重传警方 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